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卷是以斯铁记 另一卷则是接下来要读的路德记 路德记中所描写的故事 发生在动荡的世事时代 当时以色列记内正遭遇饥荒 路德原本是一位外族女子 后来嫁给以色列人 她失去丈夫后 仍然与婆婆相依为命 虽然日子真的很不好过 但她对婆婆的爱与忠心 支撑起了一个温暖又蒙富的家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中 这样的品格更显珍贵 而神也因此一路与他们同在 并且大大赐福路德 使他成为了以色列君王 大魏的曾祖母 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第一章 路德记第一章 当世事丙正的时候 国中遭遇饥荒 在犹大的伯利恒 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摩亚地去寄居 这人名叫以利米勒 他的妻名叫拿厄米 他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马伦 一个名叫基莲 都是由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 他们到了摩亚地 就住在那里 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 娶了摩亚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厄尔巴 一个名叫路德 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 马伦和基莲 二人也死了 剩下拿厄米 没有丈夫 也没有儿子 他就与两个儿父起身 要从摩亚地归回 因为他在摩亚地 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 赐粮食与他们 于是他和两个儿父起行 离开所住的地方 要回犹大地去 拿厄米对两个儿父说 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夫家中得平安 于是拿厄米与他们亲嘴 他们就放声而哭 说 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拿厄米说 我女儿们啊 回去吧 为何要跟我去呢 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女儿们啊 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 不能再有丈夫 即或说 我还有指望 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女儿们啊 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 甚是愁苦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两个儿父又放声而哭 二耳巴与婆婆亲嘴而别 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 拿厄米说 看啊 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 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 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那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那里死 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 能使你我相离 不然 愿耶和华重重地降伐于我 拿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 就不再劝他了 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 他们到了伯利恒 合成的人就都惊讶 妇女们说 这是拿厄米吗 拿厄米对他们说 不要叫我拿厄米 就是甜的意思 要叫我马拉 就是苦的意思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地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 耶和华降祸于我 全能者使我受苦 既是这样 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厄米呢 拿厄米和他儿父 磨牙女子路德 从磨牙地回来到伯利恒 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按照当时的习俗 一个女人的丈夫如果过世了 她可以选择留在夫家 或是回到娘家 再另外改嫁 杜德选择继续陪伴年满的婆婆 她不离不弃的爱 真的很可贵 这对婆媳虽然一无所有 却对神有着满满的信心 在患难中 也对彼此有满满的爱 这样的精神 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也正处在艰难的生活中 邀请你先缓一缓 喘口气好吗 相信今天神 就要将这份温暖 放进你的心 即使现在的处境不太好 但未来 仍然是充满盼望的 只要我们心中有爱 有信心 相信神会一直陪伴着我们 勇敢地走下去 我们一起来道更 亲爱的爵说 求你帮助我能像路德一样 无论处境多艰难 都能坚定地去爱身边的人 也懂得依靠你 保有不失落的信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你们 祝福你在艰困的环境中 仍然有信心 跟神一起走下去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